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蔡英文昨天在記者會上 被媒體記者問到說 是不是有美方的壓力 所以趕快出來宣布做調整 這個兵役的延長呢 可是蔡英文她馬上就回說 我明確的告訴你 沒有美國的壓力 好 可是不管怎麼說 現在我們看到眼前的事實 明白的就是AIT很迅速的回應 並且表達了肯定之意 歡迎台灣針對徵兵制改革的宣布 還說彰顯了台灣對自我防衛的承諾 強化嚇阻能力 而且還沒完 中央社的記者去請教了白宮的發言人 那麼發言人也回應說 白宮對於這個政策也是表示歡迎 同樣的也是凸顯台灣對自我防衛 與強化嚇阻力的承諾 美方會議循台灣關係法與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 持續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好 看到這邊我們看到了 對 美國的白宮確實也表示了肯定 可是現在這麼做只是為了順應美國的要求嗎 請教薛將軍 這個我可以很明確地告訴蔡英文跟所有觀眾 美國的壓力早在一年半以前就開始了 所以這一年半裡面我們已經聽到美國所謂的 所倡導的非對稱作戰 那就是主張你不要用現在的這個建制武器 你要把它改成清兵器 打城鎮作戰 增加後備動員能力 把預期增長 這些話早在一年多前 我們都聽了耳朵都極簡了 而且後來我看到美國的議員非常密集地訪問台灣 從這個前年的年底再到去年的年初 你看到多少甚至還搭乘的軍機 有軍事專業的委員 議員 哇 紛紛來台灣 那麼那個不是施壓是什麼 你想想它不但施壓 它這個整套的設計就是要你 很長時間的去消耗解放軍跟中國大陸的軍力 因為他也知道台灣這個島它是守不住的 現在的我們的這個兵力是武器裝備是守不住的 所以他就扶植烏克蘭板 就是說讓你用城鎮 用更多的老不信 軍民一起投入這個戰場 來持久 來消耗 大家也知道台灣的問題不如烏克蘭的這個條件 因為我們四面環海 烏克蘭還可以四面八方去支援它 而且它幅源那麼廣大 幅源那麼廣大 老不信有地方退 我們打城鎮作戰 老不信沒有地方退 台北市出去 新北市 新北市出去 桃園市 你又到哪裡都是城鎮 對不對 你第一個沒地方退 你旁邊沒有別的國家接囊嘛 四面環海 所以美國又給你出了一個招數 一個爛招數 我把台灣建位武器庫 武器庫 彈藥庫 這個儲備這個戰力 然後你向刺衛 好 你既然要我刺衛替你美國打這個仗 你有沒有給我一根像樣的刺呢 那它所有軍售項目也給你列了單子 沒有一樣是我們要的 我們當時跟它要炮 要戰車 你說炮跟戰車沒有用啊 現在烏克蘭能夠反攻赫爾松 就是靠美國給了一大堆的大炮啊 對不對 所以你說我們要的你不給 給的就是清兵器嘛 水雷 海馬士 刺針 刺針是有用啊 但是它只能對低空的武裝直升機可以用 對中空高空的飛機沒有用啊 標準飛彈 解放軍還沒來 坦克車還沒上來 你已經被空軍跟導彈炸得個稀里糊塗了 所以你給我的武器只是讓我在城鎮裡面去 消耗台灣的軍隊跟人民 就是包含後備軍人 包含你現在一年一月的預期 一年一期今天國防部講得很漂亮 擔任次要政務的這個守備部隊 各位想一想每個軍團也不過兩個裝甲旅跟一個裝甲旅 加一個機部旅這類 這個叫打擊兵力 打擊兵力不能放在海灘的 你放在諸維海灘 他跑到淡水海灘登陸了 所以前面叫有守備部隊 所以如果解放軍搶灘登陸的時候 是義務役守在那第一線 他們就在海灘上當炮灰啊 你守備部隊就第一個要碰到的 你記不記得古林頭大捷 也是2014的守備部隊在海灘第一個跟敵人接觸 後來我們打擊部隊才出去把敵人消滅 所以打擊部隊不會散布在海岸周邊 所有戰略要地 所以將來我們講得好聽 守備部隊以為是第二線 不是的 有人在批評你當年四個月的訓練 現在改一年有什麼不好 當年我設計四個月的是第一個 讓兵譽法不會破 這個義務役的還存在 這是第一個左眼 第二個左眼前面打仗後面要很多的 戰場資源部隊消防的醫療的 你看雷恩大兵從頭到尾 每個人都喊妹隊妹隊喊救護兵 還有勤務部隊 你像花三四萬塊錢請來的勤兵 去站桃園機場 在松山機場衛兵划不來吧 這些部隊就做這個事情 是的 他們現在把這個變成戰鬥部隊 這完全意義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當初是當勤務資源的次要部隊 讓主戰兵力去打 那你募兵子沒做好 那是你沒做好的關係 因為募兵不夠 你兵不夠 所以就拿這個義務役的去填 你拿這個義務役的去 這個勤務資源部隊去變成作戰部隊 這個意味就不一樣了 各位想想從台北灘頭到屏東灘頭 多少個灘頭 你都把裝甲旅跟機部旅擺在前線嗎 你猜那幾個旅啊 當然打機部隊是放在後面 判定敵人主力從哪邊上來 我去打 前面一定要有部隊去頂 好 那以前這些老部兵頂也沒問題了 像我們在金門頂了那麼多年 靠什麼 坑道啊 隧道啊 碉堡啊 那今天台灣有沒有做一個碉堡 有沒有挖一個坑道 有沒有一個 要不然這些人面對敵人現在的武器 都是精準武器 你看烏克蘭戰爭就很清楚了嘛 他能打贏打輸 都是看飛彈的精準 火箭的精準 無人機的精準 那我們這些裸露的步兵在 沒有碉堡的掩護之下 那不是炮灰是什麼 好可怕 所以你看好這個帥將軍剛從軍事的分析呢 就讓大家知道說就是把你這些當作炮灰的年輕人 你真的要去當炮灰嗎 家長會心痛的 可是現在呢 這個制度就是要改 而且2024年就要開始做調整 恢復一年期的義務役 好 所以現在美國肯定什麼意思 日本這邊也看到議員訪台的時候 也肯定什麼意思 因為都符合日本的利益 或美國的利益嗎 你看 蔡英文在接見這位日本安倍派的參議員 他叫士庚鴻成 那這位議員就說 蔡英文發佈的這個重大政策 恢復兵役議期 全力加強台灣國防防衛力量 明確的宣示了自己的國家自己防衛 是給予高度的評價 可是我們就問 那如果真的 台海發生了戰端了的時候 日本會怎樣 美國又會怎樣 他們會出兵來幫忙打這個所謂的敵人嗎 好 現在日本這個安倍派的議員是這麼說了 那美國方面也很多的媒體 那麼包括CNN 華爾街日報很多很多 那麼對於這件事情也是高度的關注 所以也都有相當篇幅的報導 另外BBC也說 蔡英文在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日益加劇的情況之下 做出了這一個決定 那麼他們所談到的 都是所謂的中國威脅 CNN不就這樣說嗎 是為了要應對中國威脅 所以看到這邊 是不是連西方的媒體 他們就已經認定 中國就是一個威脅 也因此才會對於台灣 現在宣布了這個國防的新政策 表示肯定呢 因為他們就是要強調中國威脅論 師兄 其實美國來的壓力 是長年來一直有 只是或緊或鬆 那剛剛帥江先生講說 其實在一年半之前 美國對於我們的兵役 就提出了明確的意見 包括了疫情 至少要恢復一年 甚至到兩年 其實美方是有提到兩年這件事情的 第二個是男女接兵 這也當然相當少見的 那我認為他們參考的模板 應該是以色列 我今天稍早聽到 就是邱國正國防部長 他就說 現在會考慮 小規模的來試辦 女性也加入教招 我看到真是嚇一跳 所以這很明確是美國的意思 但其實在更早之前 即便在扁政府跟馬政府時期 其實在美方相關的智庫 也有提出類似的建議 只是說那個時候 兩岸關係在馬政府時期 是比較和緩的 所以建議歸建議 也有不急著施行 可是從蔡英文執政之後 兩岸關係就凍結 那再加上不斷的挑釁 所以呢 再加上美中 在貿易上的 在外交上的這個競爭 所以在美中台三方這個局勢呢 就越來越緊繃 那尤其到了今年年中 佩洛西來台灣 中共展開軍事聯繫 甚至往前推一點 今年二三月的時候 俄羅斯跟烏克蘭開打 我覺得俄羅斯跟烏克蘭開打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指標 他其實讓很多的台灣人看見了 如果真的發生了衝突 那美軍會不會出兵 答案是不會 他會給你武器裝備 但是他不會出人 他不會出美國大兵的 因為那是他們自己人 同樣的台灣到現在 都還是有很多 民進黨的始終支持者 相信如果兩岸真的發生衝突 美國日本都會來協防 但是我認為大家認清現實 美國的意思很明白 自己的國家自己防衛 包括連日本的安倍派議員 都講得很明白了 我們讚賞台灣這樣的做法 為什麼 因為自己的國家自己防衛就是我日本不會出兵 美國也不會出兵 但是我美國會給你武器 那你要撐多久 那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要有基本的自保能力 所以蔡英文說沒有美方壓力 這個當然是騙人的 當然也有一種可能是 這個奴隸的心態已經根深蒂固 他覺得是對主人效忠 他說一點都不覺得這是壓力 這是一種賞賜 或許是這樣子的 不過我們有些看到是 蔡英文宣布的這個政策 第一個強化訓練內容 擴充訓練量能 我覺得這個當然 這個我覺得是我是支持的 因為本來我們國軍的訓練就長期的不足 可是你國防部提出的方案 也是非常的空洞 第二個提高應援的薪資 第三個推動服役的年資跟勞退來銜接 第四個是這個教育制度有彈性 其實你看二三四項 尤其是第二個提高應援的薪資 我覺得這個我就看不太懂 因為如果是你要強化國家的兵力 原本義務役是不用報名的啊 是每個男生都要中獎的啊 那過去當然你說六千多塊的這個月縫 然後現在變成兩萬六千多塊 加兩萬塊 對啦是會比較多 義男可能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想到從四個月併業 他們還是不太爽啦 所以就是說我講真的 單純從軍事國防的觀點考量 這一些義務役男 六千就是六千 不會因為你給他兩萬六 他的兵力就會變得比較好 因為是每個人本來就要當兵的 你如果有這麼多的資源 你為什麼不去強化志願意的那個部分 當然志願意的部分 這個也是從扁政府到馬政府 再到蔡政府 就一直在談說 我們要走向募兵制 走向募兵制 那當然最近這個陳水扁 前總統也出來 也出來說 這個是馬英九任內宣布的 他一個人的獨斷 然後又改成這個募兵什麼的 這個我要幫大家澄清一下 這個從扁政府時期 就從征兵逐漸改向募兵 馬政府時期確實從一年改成四個月 但是馬政府的這個政策 是延續扁政府的方針 我查到了一個報導 在阿扁時期 在2007年3月15日 陳雪扁他宣布了 從當年的7月1日起 從一年四個月縮轉 成一年兩個月 那他希望說募兵征兵的比例 可以到60 40 然後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他說逐步推動一難一期縮短 不過他最後的目標是百分之百的募兵制 讓我提醒這是2007年3月15日的事情 那現在2022年了 陳雪扁就說這都是馬英九 馬英九一個人的獨斷 我必須說啦 任何精進國防實力的政策或措施 我基本上我都支持 但前提是你不能打假球 你現在蔡政府完全就是因為選舉的操作 之前不敢講 但是又礙於美方壓力 然後跟法律上的規定 你一定要敢在今年年底前宣布 所以你現在宣布啦 但是呢 國防部那邊草稿都還在趕耶 然後現在急救章的推出一些方案 然後所有的軍事專家在看著說 你們有一年半的時間準備 然後你們沒有給民眾一個交代 也沒有給國軍一個交代 你們國防部在幹什麼 你們總統府在幹什麼 所以我現在完全不覺得 這個措施從兵役 從四個月改成一年 真的對國防的實力有所增進 我是完全抱悲觀的立場 當然對於馬政府當時的國防政策 我想這一點帥將軍最懂 等一下我會聽聽看帥將軍的回應 這個帥將軍有很多話想告訴大家 不過呢 這個費委員 我們剛剛講到美國 你說美國在今天 他是予以肯定 那麼但是 他接下來他會滿足嗎 有軍事專家就說不會喔 後面還有招 你等著看了 我們看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接種 他認為說現在只是蔡政府暫時緩解來自華府的壓力 但後續呢 華府方面會繼續的針對國防支出 建軍規劃 裝備採購 戰術戰法 還有疫情等項目持續的進行關切 美國現在看到兩岸軍力失衡 持續在擴大中 那麼台灣方面想要在海空擋住大陸解放軍可能性是很低的 所以必然會進入所謂的國土防衛作戰也就是都市城鎮戰 台軍地面部隊的人數才八九萬人遠遠不及地面部隊的規模 那麼華府當然就會把焦點擺在台灣的後備戰力了 所以不但是疫情要延長 還要想辦法加更多的人 所以教招可能甚至 不論是教招的時間延長之外 可能連教招的人接下來也會變多 那麼美國接下來到底還要怎麼樣對台施壓呢 委員 我們記得去年成立了後備動員署 為什麼要成立後備動員署 各位回想當時 剛才帥哥講說一年半以前 其實還要再早一點 美國在蔡英文這個任期之初就開始 國防部也是研究了兩年 為什麼之前不做研究 為什麼這兩年做研究 當然是美國給壓力 美國要求台灣成立後備動員署 我們成立了 要求台灣兵役要調整 我們現在按照兵役法第34條 我們真兵就是一年 如果用軍事訓練就是四個月 這是不要修法的 如果要修法的話那就會在立法院 大家公開委員會就會讓社會大眾知道 你蔡英文不蔡英文你為什麼要這樣子搞 當然是來自於美國的壓力 1126選舉的之前他們為什麼不宣布 因為他們要拖到看選舉的結果 對 我們本來以為這個選舉的結果 蔡英文會改變他的主意 你不要把兵役延長了一年 可是美國的壓力給他太大了 逼著他必須得在今年年底之前做這個決定 之前帥哥獎部一年半 或者大家講這兩年 你看昨天蔡英文宣布以後 AIT馬上表示歡迎 我們中央社的記者去問白宮 白宮也說馬上表示歡迎 同樣肯定 他就默默的小朋友 兒皇帝你很好聽聽聽我們的話 聽我們的指導 接下來還有很多了 各位想 美國明年要開始派人進駐哪裡啊 行政機構跟立法院啊 他根本就在指導台灣的戰術戰略 我們在看到今年前幾個月 美國要討論通過台灣那麼相關的法令 那個法 那個裡面有多少我們台灣的 寫的什麼不對戰爭 那些相關的東西 那不就是美國國防部跟台灣 台灣有些退伍軍人跟國防部說搞出來的嗎 你說這個是不是美國要求的 蔡英文說不是 他講謊話 今天中午12點半 邱和正部長到我們黨團來做報告 我就直接講啊 他說沒有 我就直接講 點點點點 你敢說沒有嗎 對不對 台灣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土 保護人民 我們要打仗 我們我們都願意 可是我們不要像烏克萊一樣做美國的馬前竹嘛 剛才帥哥我們以前他是連山的次長 他是規劃台灣整體作戰的人呢 所以在這裡面我要跟跟各位報告 美國要求台灣打城鎮戰 今天到底為什麼台海看起來更加的緊張 當然我們要想 是不是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好好的跟對岸去溝通去對話 蔣萬安也講了 那他就說其實現在呢 要跟對岸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讓台灣在國際上角色更重要 那台灣才更安全 所以有沒有溝通很重要 可是如果民進黨政府他們不斷地在那裡喊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談何溝通呢 根本把溝通的對話管道不都封死了嗎 自己造成了嘛 那王宏威不就講 現在兵凶站圍的緊張 一期恢復一年 只會讓一男還有家人們更擔心受怕 為什麼要把這種緊張的責任推給年輕一男呢 所以我請教帥將軍 那今天蔡英文告訴大家的是說 我們現在是加強防衛能力 所以現在我們要這樣做 剛才談到了很多重點 可是現在我們就要問 到底這裡面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比方說都市城鎮戰 這是要怎麼打 難道現在連義務役都要學怎麼樣用刺針嗎 然後還有剛才在講 他們現在說人夠不夠的問題 我還真的很懷疑 因為什麼 訓練要有訓練的人才 我們有足夠的教官 我們有訓練的人才 我們有訓練的人才可以教他們怎麼去打仗嗎 還有就是 這些義務役光是一年你覺得一年夠嗎 很多專家說沒有啊不夠啊 因為光是看這個訓練課程的這個對照來看 恐怕這裡面大有問題啊 首先我先把釐清一下怎麼來的募兵者對不對 那個時候在連戰選舉的時候 兩個黨都在那裡討好選民嘛 把兵役制度改成募兵者 那大家不要去當兵當然很高興啊 那個時候我剛好退伍 我就在智庫 那個智庫執行長要我寫募兵制 我說我拒絕 為什麼 你們兩個黨都捨不得拿錢 募兵制花錢啊 要花錢 對不對 第二次也拒絕 第三次拒絕不了 為什麼拒絕不了 陳水扁已經單方面宣布 把兩年兵役改為一年 我們帶了一輩子兵的人 沒有一個退將不清楚 一年兵訓不出來 訓不出來 那國軍的防衛力量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改募兵制 我只能指責說 馬英九也好 蔡英文也好 沒有好好把募兵制推好 因為當時我開三個條件 募兵第一個 在14年前就是要4萬塊起薪 第二個 營防設施要改善到舒適的程度 不能讓這個兵枯風起雨地 睡在那個地方 第三個 管教方法要徹底 根除老兵欺負新兵的文化 因為這樣子 因為年輕人當兵 黃四修去了 我就會問 今天怎麼樣 很好啊 那我就去了 對不對 那一天很糟糕啊 學也學不到東西 一天到晚砍草 還有人來嗎 所以我們募兵制設計的是 要符合年輕人的生涯規劃 年輕人有三種規劃 一個我打短線 我去當四年兵 存了這個退伍金下來 有50萬 那我可以去讀大學 我可以去就業 因為你18歲 進去四年 22歲 那個時候你看報紙 真才啊 35歲以下育弊 這是真才的唯一條件 那你22歲 投入社會沒問題吧 你當八年兵 也不過26歲吧 你還是可以轉業嘛 對不對 那你當12年兵 你就變成 我們最缺的士官 就有好的出來了嘛 當初我設計這個募兵制 是這樣 為什麼有四個月呢 一個是兵育法裡面 是有四個月訓練的 這個法條 我們不能把兵育法廢掉 那四個月訓練出來的兵 不是打仗的 是根據世界各國 打仗的經驗 前面一線 第一線有一個兵 後面有六個在後面當勤務資源 運輸的 醫療的 膳食的 救火的 這個 需要龐大的人力 是 那四年兵 你拿四個月的 四萬塊錢的兵去占衛兵吧 那這些衛兵 機場啊 橋頭啊 核能電廠的衛兵 就由這個四個月的兵去做嘛 所以那個時候 不是拿來當第一線部隊 現在這個修法以後 一年的這個義務役 就一定要附到第一線去打了嘛 台灣這麼長的海岸線 你打擊部隊 你當然是這些 守備部隊去嘛 是啊 守備部隊 我們現在看俄乌戰爭 已經看了十個月 各位觀眾跟我一樣的感受 現在的戰爭不是靠 摳步槍去打贏的 是精準炸彈 精準飛彈 無人飛機 對 那美國也看準了台灣是守不住 所以他就用這個非對稱戰法逼你去走 城鎮作戰 對 為什麼我講一年半 一年半我看他的措施都出來 我還肯定他有這個陰謀 為什麼呢 美國的戰場在俄乌戰場已經看得很清楚 拿俄羅斯 烏克蘭去消耗俄羅斯 對 下一個對手是中國大陸 那台灣又撐不起消耗的能量 怎麼辦 你就用烏克蘭的方式 用城鎮 他關心你一年兵不夠 還逼得我們成立動員署 你記不記得 動員署 我們也是為了應付 弄那個荒腔走板的動員署 是國防部下面搞個中將來做動員 我在國防部待這麼多年 你哪裡動得起來啊 各部會誰會甩你啊 你要真的動員 你要在行政院裡面 相當於副院長的這個高度 你才能調動內政部 警務署 調動財政部 調動經濟部 你才調動得開嘛 你管國防部設一個什麼 這就是應付 因為實在沒辦法 所以現在搞出來 這個一年是哩哩哩啦啦的 所以這個也是應付 所以也是搞不出來啦 所以你搞不出來 但是一旦打起來 我給觀眾提一個數字看 烏克蘭現在已經禁止 六十歲以上的男生出國 什麼意思 連六十歲的都要去打仗 六十歲以下都可能要動員 俄羅斯現在已經動員到三十歲到四十歲了 各位想想 同胞我們想想 我們如果時間拖得長的話 你不要說心同兒子上戰場 你老爸也陪得一起上戰場 這個美國人很惡毒啊 你看俄羅斯戰爭它是賺得博滿跑滿的 對呀 你看沒收了俄羅斯六千億的私人資產 只花了六百六十億 美國的退降獎呢 六百六十億就把烏克蘭就把它 把俄羅斯拖得快消耗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實力啊 多便宜啊 還大賺石油錢 大賺天然氣錢 又大賺歐洲買軍火的錢 你看你說對台灣好了 我替你打仗 武器你要送我吧 沒有 好好聽啊 一百億無償 哪有 結果呢 又有償 有償還要付利息 還要加利息 對 所以我就想到以前 我很不贊成李敖講那句話 現在想想 你當人家看他們狗骨頭狗粮還要自己買 這不是這樣嗎 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就這樣子啊 對啊 問題是我這個一年的兵力能打勝仗 我也贊成啊 他說八週入伍 44週實施駐地專精基地聯合演訓 然後呢 他說現在變成 一南到了部隊 有的要進了基地 但也有的又出來 那還沒有輪到的 那疫情又結束退伍了 然後事實上基層根本沒有能力去 執行什麼刺針啊 標槍這樣的訓練 訓練是需要花時間的 那到底要花多久呢 一年是不夠的 我講個例子給你聽 我們在當兵的時候 我就曾經向總司令建議過 你不要每個T4進來 又按T4退 那個部隊永遠停留在一個訓練不成熟的 我剛剛訓練好一批砲手 還沒用了 就退伍了 就一直在這裡面滾 你要想說後備部隊的話 應該是整退整補 這一個T4進來 連長排長班長大家都認得 退了 下次召回來 大家都能夠參加作戰 現在國防部並沒有做這個打算了 好 第二個 我們以前訓練 為什麼訓練場地不夠 訓練經費沒有 所以就叫老兵交新兵 我們的靶場都很少 手把手的交就對了 手把手的交 那交的時候就產生老兵欺負新兵的文化 後來才變成紅樓球事件爆發 把軍人的尊嚴 軍人的軍法軍紀全部廢掉了 所以你現在回過頭來 要訓練有戰力的兵的話 教育訓練的費用 場地 配套措施 除非你美國派一大堆來交 對不對 台灣現在產生不了 一個都是部隊自己訓 現在很多繼承部隊是只有一個排長 以前我們三個排長都累得跟狗一樣 你現在一個排長怎麼撐 連長 營長 你一下子擴充這麼多部隊 幹部在哪裡呢 官校今天招生率達標嗎 遠遠不能達標啊 那你兵來了沒有幹部教 沒有幹部領導 那四個字 乌合之重 你不能怪兵啊 誰教我啊 誰領導我啊 誰帶著我去打啊 所以就算延長一年 還有很多的問題沒解決的話 根本就難以執行 我來講一個問題 菲委員 我今天中午我就跟邱國正講說 陸軍我們國軍的戰略是什麼 我說這個題目太大了 美國的美國對台 我下指導的說太大 我講技術上的問題 在上節目開播之前 我就請教一下那個帥哥 因為帥哥我們兩家很有交情 我常常聽他告訴我很多事 我很多的軍事的常識來自於他 我就請教 我們現在沒有御官制度 以前大專兵啊 我們大有御官有御士 現在如果我們真正打起仗來 後被動員 我們有一種軍官沒有了 叫做排長 我沒有排長 你看我們現在有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有的是我們官校跟這個什麼 專科班 專科學校 他們都是訓練大概是四到十年退伍 大概都是升到廉長或廉長以上的 搭起上來我廉長或營長 不能下來當排長嘛 我可不可以當來當不能嘛 那好那請問我們現在沒有排長 到時候真正後被動員的時候 我找了一批廉長 找了一批廉長 發現我沒有排長 所以我就建議啊 這個很多的東西要考量 御官是不是要恢復他當排長 這個蠻重要 這是真結的一點點 還有好多事情 還有舉例啊 我現在 我的這個義務員的兵案 一個月兩萬六千塊 那請問我現在在官校的學生 一個月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塊 你要不要調整 我士校的人你要不要調整 對啊 到時候你被人事費用 整個都把它吃到 我們現在人事維持費 一年一千七百億 我們現在極確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義務役的 你現在薪資把它調高了 那志願役的呢 好那我們其實看到就是 現在好你光是看 這個有圖表啦 你看士兵的部分 二兵一兵上兵之分 世修 那你看都三萬多嘛 那但是到了士官這個階級的話呢 大概有四五萬 那如果說是義等士官長的話 比較高是六萬左右 那當然就不用講 位級跟校級的軍官了 哇那他們的薪資 你說要不要調呢 因為你這個地方你都調了 那你這個地方難道不調嗎 那但是如果真調了的話 現在光是這一塊 這個顧力雄昨天講 差不多160億的開銷 那這一塊如果再動了的話 那又是一大筆的支出啊 我們的國防支出 要不斷的再加碼嗎 然後還要再留一點錢 還要再去買美國的武器啊 這不是民進黨政府 現在要做的事嗎 因為美國都施壓 他最重視的就是 你要買我的武器 所以我們到底現在 是不是已經掉入了一個 越來越大 越來越深的錢坑呢 世修 我先說在國防預算上 這件事情啊 我向來都是支持增加 即便在馬政府的和平時期 我也支持國防預算增加 但前提是 你的錢必須要用在刀口上 今天這個義務役 改成一年 孫香精也說啦 所有帶過兵的將軍 都知道一年的兵 到底要怎麼訓練 事實上在 當時在馬政府時期 是扁政府時期 一年 兩年改一年的時候 當時就有一些專家 提出質疑說 一年的兵到底怎麼訓 你那個基地訓練 一年根本就不夠 所以我覺得今天討論的重點 在所有人都放在說 這個義務役 然後現在國防部要提出什麼方案 我直接跟你說沒救 國防部提出什麼方案都沒救 你這個提高一南薪資 上一段我也講了 這個完全就只是一種 補償 撫平民怨的心理 因為義務役是每個人都要當的 你就算給他六千塊 他也要當 給他兩萬六 他也要當 好 我們現在看志願役 因為志願役才是真正提高 國軍戰力的重點 包括像現在很多人 現在科技戰爭啊 所以不需要那麼多的 一般的士兵啊 什麼的 我說這大錯特錯 你說現在有什麼無人機啊 有什麼相關的什麼科技 科技作戰 這反而訓練需要更專精 你以為無人機就跟打電動一樣 對 界面上跟打電動很像 但他直接走操作 維護整個布局 那是需要專精的訓練 那我自己家族裡面還蠻多軍工教的 因為我的爺爺那一輩家裡比較窮 所以很多人都是軍工教嘛 讀師範的讀國防的 或是考公務員的 那我爸媽都是國防體系畢業的 我記得我在前幾年教書的時候 我那時候曾經帶過一班體育班 那體育班的學生 當然都體育相當的好嘛 然後可能也 可能不太會讀書 他沒有打到醫院升學 那我說沒關係 我就跟我的學生說 你們這些好手好腳的 不要像外面的一些大學畢業生 整天含什麼22K 說真的 你好手好腳 你如果缺錢 你就簽下去 四年的自願役 光二兵剛入伍 二兵就三萬五 如果你在簽個什麼外島加級 你就自願去太平島 加級兩萬 直接跳到五萬起跳 那五萬大概是什麼歸根 大概就是少衛街 那我爸媽都是國防畢業的 那國防醫學系 或是國防他們相關醫學院畢業的 大概退伍受訓之後 就是掛少衛街 少衛街就五萬 五萬存五年下 而且你吃住 全部都在軍中 那是可以存錢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花 國防的預算 真的要擴充國防 國軍的這個實力 你應該是要把資源 花在所謂的自願役上 但不是說什麼 征兵制 募兵制比例是要多少 無論征兵募兵的比例多少 在我們自願役的這一塊 這才是真正堅實的部隊 你不把這些東西花在刀口上 而且你不把這個環境搞好 讓年輕的學生有一個動機說 我去當兵也不錯 我甚至是去國防相關體系 我就直接報考軍校 我這個當個專業的軍官 我先累積一定的資本 就算我之後要轉業 要出社會 那也是我的光榮 而且我能學到技能 這才是真正一個良善的循環嗎 我們剛剛在講到就是說 訓練是不是根本不足的問題 但現在呢 我們剛剛講義務役的部分 他的月薪提高 然後帥將軍 現在教育部也有配套 說大學一加三年 可以讓學生寒暑假休課 所以你學業不中斷 還可以兼顧到兵役的部分 那現在這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做法呢 我真的也覺得蠻奇怪的 因為這到底是要怎麼個訓練法 學生還可以到了寒假了 我要去放寒假了 到了暑假 我要去放暑假了 我要去上課了 然後呢 等到上完了課 然後我再回來 再接受軍事的訓練 這不是有點怪嗎 然後現在反而學生 是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網友就說 現在啊 高二的表弟 已經開始在準備了 擬定免疫計畫 要吃到讓BMI超標 這是什麼 哪一招啊 學生現在就是不想要再去當兵了嗎 再來那你看看 現在綠尾很擔心他們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所以鄭運鵬也講話了 王定宇也說話了 鄭運鵬就說 哎呀要好好的溝通 要消除對當兵的成見 所以他建議什麼呢 安排軍方的人上政論節目 好好的說明 這個可以嗎 軍方的人去上政論 還有王定宇現在也講 他的孩子現在14歲 以後他也要什麼 變成是義務役是一年的 支持兒子去學習如何保衛至親跟家園啊 所以意思是如果真的有什麼威脅的話 千錯萬錯都是對岸的錯 這就是王定宇 這講的話是負責的嗎 剛才那個衰將軍講的有一點 就是這些一年的我們的年輕人 他都是守海岸線 海岸線就是準備去做炮灰 因為現在你看現在沙灘上有沒有碉堡 碉堡都拆完了 早就十幾年前就全拆完了 那鄭運鵬也好 王定宇也好 他們當然心裡知道 現在念高二高三的同學 不是只有他耶 他的爸爸媽媽會不會緊張 會啊 他的爺爺奶奶會不會緊張 當然 也會嘛 所以在這裡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只是為了蔡英文的特殊目的去上戰場 尤其是美國的 美國前國王部長都在 還有CIE他們都在講啊 2027年可能會跟老共打仗 因為美國那時候也要撤出第一島鏈 所以說我是覺得 大家真的很擔心 美國把台灣推到前線 變烏克蘭第二 如果變烏克蘭第二 我想那就是大家的悲哀 當戰爭一發生了以後 尤其是又要打到城市戰 我就看到斷言殘弊 我跟你講30年40年都回不來了 所以我在這邊跟蔡英文來喊話 也許你沒有小孩了 但是要替有小孩的父母想一想 要替年輕人的前途想 畢竟我們是愛我們的國家 但是我們沒有必要去為美國去打這一仗 好 來 帥將軍 所以你剛剛提到那個什麼教育部一加三呢 要鬼扯的 不要理他了 以前呢 不一定四個月不是這個訓練嗎 他們就把它分什麼寒假暑假 訓練是一氣呵成的 那你還參加每個禮拜六來點個卯算了吧 所以我就聽起來就覺得怪啊 這種鬼扯的 我就不想談了 我倒是主張把黃世修剛剛講的話 大家去想一想 真的 你義務域啊 我告訴你 秦朝戰國七雄能打敗那六雄啊 他的兵是義務域的 沒有心想的 沒有心想的 是自己帶的兩十場戰場 帶的義務上戰場 羅馬兵團 全世界最強悍的作戰部隊 這也是義務域啊 所以也是自備糧草啊 他的社會地位不一樣 是啊 因為那個時候羅馬很多各式的人種 要能成羅馬公民的福利就很大了 秦朝是說我有二十級戰功 我砍了多少人頭 我家裡人是怎麼待遇 所以這個東西都有相對的對價關係 那你說給義務域兩萬六 我請問我國防預算怎麼支持 不如把這筆錢 把你的木兵是為什麼沒做好 今天你看看三萬五 當初推動的時候這兩萬多沒有吸引力的 就是給太少嘛 太少嘛 是 今天要打仗了 現在想起來要加錢了 你平常養軍怎麼不捨得呢 你知道美國一個兵七千塊美金一個月薪水 比我們的中將拿的還多耶 是 所以在日本來就花錢 但是我覺得就要支持王室友講的 錢花在刀口上 對 你要買人家的命 你說用廉價 我們中華民國享受低薪待遇的軍隊啊 已經享受太多年了 是 所以現在叫他真的是面對問題的時候 三個字捨不得 所以我贊成要加強兵備 沒有道理讓我們投降嘛 對不對 你為了作戰也是為了彈劾嘛 彈劾你能夠避戰先彈好那是最好 實在不得已我要抗到第一級再跟你談嘛 我不是一口可以吃得下的 所以我也要譴責美國 你要讓台灣張棋子 豪豬請你拿幾根好的刺吧 對不對 你看看俄乌戰爭 那些東西都不是義務於的兵能夠操作的啦 是啊 我跟你講 刺針飛彈一個多貴啊 一定要很多的模擬器來訓練啊 那我們訓練的兵裡面 這麼多年 捨不得打一個飛彈啊 是啊 因為沒有一樣東西是幾萬美金以下的 美國就是早就已經想到要賣四針給台灣嘛 所以他就看著說 你們現在這個光是才當四個月的兵 那能幹嘛 然後呢 訓練又不夠 所以就一直在後面呢 一直給台灣方面壓力 就是說 如果要這樣的話是不夠的 你訓練一定要加強 所以才會演變到現在目前 這樣的一個困境哦 可是剛剛這個帥強群講說 欸 我們是捨不得給他們加薪 問題是你捨得 去加碼 加碼什麼 加碼買美國的武器不是嗎 好 看到這邊我們現在看 民進黨政府要好好的檢討 檢討什麼呢 不是只是為了敗選啊 可是在我們昨天看到的那下午記者會 蔡英文從頭到尾沒有一根道歉 那游盈龍也說了 蔡英文傳達的是一個訊息叫 我還是老大 所以民進黨能夠出什麼樣敗選檢討報告才怪 看來大概難產只能不了了之吧 但是喔 世修 結果今天就看到了啊 這個鄭文燦 他說明選舉檢討報告這件事 然後他說到幾個重點 包括黑金重大治安爭議啦 林志堅的論文啦 提名機制啦 都是什麼 讓年輕族群對民進黨的信任喪失 才會影響到其他縣市的選情耶 馬上他就出來給你看啊 我覺得蔡英文召開那個記者會啊 他在召開記者會前一週啊 他那時候就說要召開國安會議 我們那時候在想說 這個敗選歸敗選跟國安會議有什麼關係 那時候推測啦 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個兵役的問題 這是美國的壓力 第二個就是 總統你總該面對這次社會上的質疑吧 尤其是民進黨自己支持者的質疑啊 為什麼今年民進黨選擇操盤如實的 荒腔走板呢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那到底蔡總統願不願意論文這個 面對這個論文案啊 那果不其然啊 那蔡英文對於記者提問的論文啊 就是支支吾吾閃爍其詞 就是說相關的訴訟啊 救濟啊 訴願啊都做在進行中啊 我們讓社會來解答這個問題 他在講什麼對不對 那當然今天 他現在是不相信台大的決定 我覺得他完全不想要面對這個問題 我覺得那也無關於說 到底相不相信台大的決定 他是完全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不想討論但還是被問啊 然後被問了給了這種答案啊 什麼訴訟救濟訴願 他把希望放在放在法院 他放在什麼放在司法上 但是我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打行政訴訟 就社會觀感已經定論的 而且我們不是說藍營的選民 我們說綠營的選民 自己都心知肚明 今年民進黨敗選 最大一根火 這個就是燒的就是論文案嘛 對不對 直接燒掉桃園跟新竹兩個縣市嗎 那今天鄭文燦出來說 這個黑金啊 治安爭議啊 論文事件啊 學倫事件 沒有即時之寫 好我覺得鄭文燦說這個話 算是中肯 算是中肯 可是有點太慢了 對不對 就是 光是在選舉過程中 連民進黨自己的支持者 都知道問題出在哪 然後現在 今天是12月28耶 離11月26選舉當天 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耶 對 一個多月的時間 這個東西是用 是用什麼 你們到底是找誰寫 認為得出這個已知用火的結論嗎 對不對 但是即便鄭文燦口頭這樣講 但我還是要問啊 當時為林志堅辯護 而且是全黨就議人的 蔡主席兼蔡總統 你還是沒有回答問題啊 所以同樣的 在明年 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又要再度的開打了 那時候蔡英文 當然還是現任的總統吧 請問蔡英文 你如何告訴全國的選民 民進黨已經做好敗選的檢討 民進黨要進行好的改革 而不是繼續的把民進蒙起來 然後繼續的拒絕記者的提問 或就算記者問了 他也是閃爍完全逃避問題 逃避現實不回答 沒錯 而且這個帥將軍你看 報告反正就出來了嗎 拖多久反正也是有了 那所以呢 我就交代完畢 那你們外界所說的 所有造成敗選的理由 我全部放上去 然後呢 就給你看 你看我都有檢討啊 那然後呢 重點是 究責在誰呢 責任的 責任的問題 那蔡英文要不要擔責任 那昨天被問到 要不要為論文門道歉 結果呢 沒有一句道歉 當然也包括論文門 他沒有道歉啊 然後就說 相關人在進行 有訴訟 救濟訴願 就讓這替社會 來解答這個問題 所以講了個半天 難不成 他還覺得 林志堅是無辜的嗎 陳明通 是被栽贓的嗎 那 再問到陳明通 陳明通 怎麼沒有出席 這記者會呢 是否陳明通是留任呢 然後蔡英文就說 今天不是他的主長範圍 內閣的是我們另外再找機會談 就好像有人在問 是不是蘇貞昌 蘇內閣不會動 他也是說我們再談這件事 另外再談 你這個檢討會有什麼意義呢 林志堅的事情出來的時候 你去譬如蔡英文講 全黨挺議人 大家為他的清白做證 要支持 那今天你這個話要不要負責 第二個 陳明通這算不算硬拗 對 陳明通是什麼不得了的人物 搞了這麼多論文 假論文出來 你還在那個位置做 你記得以前蝦香川回去 陪他爸爸吃碗麵就下台 對 那是責任問題 是 你指責我就覺得 我負責我就下來 這麼多案子 88槍的刑事案 去把騙子 把人家關在房子裡 電擊 已經拷打 打死了 丟到山上去埋 這些事情 你蘇貞昌 搞治安的 內政部長 有沒有責任 又如何 又如何 對不對 最滑稽的是陳明通 這個國安局長是 全國最高的情報頭子 你有情報上的專長嗎 你說你有兩岸專長 你為什麼這個時候 不跟兩岸去溝通呢 結果你 我跟你講 總結四個字了 這些官員 一個叫德不配位 這個財不称職 財不称職 德不配位 說你這些歐錯事情 你都做了 你有臉還在那裡混 那財不称職 王美花啦 陳明通啦 你的專長跟你的職務 還顧立雄啦 你們能談國安問題嗎 我搞不懂 那國民黨是真的沒人嗎 蔡英文要他信任的人嗎 這個問題 人才不管你政治兩黨 你都應該 攬專才來替你做 是 假定是 藍營當初 那個誰不是 那個誰 不是替 那個誰啊 台北市長那個 好龍斌 好龍斌 還不是可以在陳水扁的職務裡面 下面做 對不對 是 問題人才只要他能發 有他舞台的地方 他會做 你只要會用嘛 海納百川 成成江河嘛 對不對 一樣道理 你不要在身邊那幾個 逆層在裡面打滾 今天出了事了 換那個單位 那個單位出來 換這個單位 下面被領導的文官體系 還有信心嗎 欸 人都是希望往上走的嘛 是 結果你把上面的位置 都是仇庸的這樣搞 都是自己人嘛 你仇庸他 你可以用錢仇庸嘛 對不對 那你不要把職務拿去仇庸嘛 你壞事的嘛 對啊 現在你說到光是這樣子的話 你對於台灣的高等教育 還能抱什麼樣的期望呢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會衝擊到高等教育的 莫過於少子化 越來越嚴重 所以試修 今天還看到一個數據說 教育部所公佈出來的 111學年度大專 全校新生註冊率 有19個學校都低於6成 都不到5成啊 知名的像文化大學 也只有58.59% 大業大學58 中華科技大學57.88等等 這少子化的問題是很大 這當然就會衝擊到什麼 衝擊到我們的高等教育 難道真的 就像全國私校工會的預測 未來五年是賓和期 至少40所私立大專 都會面臨退場的危機耶 我一直覺得高教問題跟少子化問題 一定要分開來討論 因為我自己當過老師啦 然後長期也關注高等教育這件事情 我先說少子化這件事情喔 少子化確實會影響一些私校的招生 但是你看我們的前段的一些學校 一些大學 其實他們還是招滿啦 對不對 比如說台青教程啊 正師之類的啊 那這教育市場本來就是一個競爭市場 那你可以講很多一些教育的理念什麼的 但是我也必須說它就是一個市場啊 辦學不好的學校 你為什麼不放手讓它退場 這問題我們已經關注大概十幾二十年了 從當年廣社大學的年代 就一直有專家提出呼籲 那後來我開始關心這個問題之後 也是啊 每一年大家都喊說 對對對這個相關的辦學不好的 我們要讓它逐步退場 可是教育部不敢放手啊 教育部從來不敢放手啊 然後一直到近幾年你才看到 有幾家學校他們自己覺得招生率不好 或者是說 教育部終於覺得說你覺得要停招 可是那都是個位數 可是我們仔細想想看 整個台灣社會 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的大學畢業生嗎 我講真的 我自己是讀大學出來的 可是一般的大學畢業生 你讀了四年大學 請問你有學到什麼一季之長嗎 其實是沒有的 我們的高等教育跟 社會產業脫節已經很多年了 這都是一個現實 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 所以後來現在很多大學生 都會讀碩士 甚至讀博士 但是讀完碩士 其實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當然政治人物讀碩士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總理來說 總理來說 我們的少子化問題 會有一些社會的國家的 一個相關的問題 但我不覺得 他是所謂的失效招不到人 該退場我覺得就讓他退場 我覺得這不是問題 第二個是我們高等教育問題 我們要花那麼多的資源 那麼多的經費 同樣的跟國防預算 跟經濟預算都一樣啊 我們為什麼不花在刀口上 我們為什麼不去補助最頂尖的研究 然後讓就是我記得 我那時候在讀書的時候 很有名一個計畫 叫五年五百億 頂尖大學五年五百億 這大家可能還有印象 那我自己是清華畢業的嘛 那台清交成 這個四所學校那時候在搶經費 我們清交分到的都在都是比較 大概就有十億左右 台大分了三十億 成大分了二十幾億 可是第一期五年五百億執行的成果 如果你除上清交的那個師生的比例 因為台大成大他們比較多 人比較多嘛 但是如果說你平均每位教師的研究點數而言 我們清交的表現是優於台成的 但是第二期的時候教育部說 人家台大跟成大是綜合性大學 所以他們還是一樣拿二三十億 那清交呢 你們表現比較好 多加個兩三億 所以那個時候清交的很多老師 都憤憤不平 我們研究中的認真努力 但只是因為我們是專攻理工的大學 我們不是綜合型大學 我們沒有法學院沒有醫學院 然後就給我們這樣差別待遇 所以後來接下來幾年 就開始陸續推動什麼學校合併 比如說我們清華去併足師 陽明跟交通合併什麼等等的 但是同樣的啊 就是你為什麼只給頂尖的大學 這麼少的資源呢 那連頂尖的大學都要搶一些資源 那中段的那些大學 用哪裡來的資源去教育這些學子呢 所以從頭到尾高等教育的問題 就是一個國家預算分配的問題 反而跟少子化海嘯 我覺得那反而是其次 好不過現在有說4500億 是不是超收的這個稅收 應該還稅於明呢 對於這件事 蔡英文昨天呢 也不置可否 就是說還要再討論 可是很多這個綠尾都已經急得不得了 都在喊說發現金發現金 但現在可能不一定發現金 倒是傳出發五配券 而且還是說明年兩個時機點 其中就有一個是在明年3月以後 還有暑假過後 一發可能發個兩次 帥將軍那你怎麼看 這事情真的能夠帶動我們的經濟 帶動我們的消費嗎 我們國家財政好嗎 我只問這一句話 你超收是你的標準設計的不好 你從那樣口袋裡把錢拿走 對不對 第二個我不小心我們國家主政的 剛剛講的高教問題 台灣的需求是什麼 市農工商各有不同的需求 技術學校為什麼不好好搞呢 每個人都弄個大學 碩士畢業都失業 百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